张义在无忧谷肆无忌惮地收取原石矿卖 这一次 他理直气壮 所以毫无收敛 恨不得直接将无忧谷的原石矿卖给掏空 当然 整条矿卖太过巨大 而且蔓延向大地深处 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部清空 但是如此一来 最起码可以抵得上整个工程队十年的开采量 无法估量 这次会给圣经造成多大损失 但肯定是个恐怖的天文数字 勤起攻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不得不连夜打通了多个通讯电话 摇人帮忙 于是很快 张义收取原石矿卖的过程当中 就收到了许多熟人的通讯申请 东海大区 江南大区 西南大区 西北大区 东北大区 整个华虚国 所有同张义有些交情 而且还说得上话的人 几乎都被请起工请来了 而张义面对这些人的通讯申请 只采取了一个态度 拒接 一旦开始通讯 就可能会给这件事情带来转变 可现如今 张义需要的不是转变 他只需要攫取更多的原石矿卖 让圣经大区的人感觉到痛 仅此而已 轰隆隆 无忧谷深处的轰鸣声 如同雷霆一般 整个无忧谷周围 所有人今夜都睡不着了 巨大的动静如同地震 他们甚至非常担心 这座深渊会塌陷下去 龙明卫们将此地死死围困的水泄不通 但这些圣经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此时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悲观绝望的神情 他们如今所能做的 也只有在这里装模作样的白白场面 面对张义这种级别的存在 他们的数量再多 上去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再这么下去 我实质怀疑 整个无忧谷都会被他掏空 这就是空间属性的 伊普希龙级能力者吗 而就在他们近乎于绝望的时候 头顶的天空 忽然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 呼呼呼 一架巨大的武装直升机 从远处飞来 巨大的探照灯 划破了夜色 动静闹得这么大 无忧谷镇首使 镇原子 宗月 终于坐不住了 是镇首使大人来了 龙明卫们认出了 那是宗月的坐驾 一个个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如同看到了救星 他们并不清楚 张义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伊普希龙对他们而言 只有四个字 所以 同为伊普希龙领域 强悍如神明的宗月的到来 让他们认为 必定可以制止住张义 有了宗月大人亲自出手 再加上我们这些龙明卫精锐侧应 从江南大区来的混沌 一定会为他的鲁莽行为 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些年轻的龙明卫握紧拳头 眼神凶恶地说道 天空之上 武装直升机的门 被一只大手扒开 宗月探出头来 望向下方巨大的深渊 眉头紧锁 与这些盲目的龙明卫不同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张义实力的 即便是他 也很难正面击败张义 时空双属性的异能 太过变态 纵然他不败 也难以击破张义的防御 所以今天他出手 最好的结果 就是打平手 混沌 你不该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宗月叹了口气 这可是我的地盘 你有气找秦帅撒去 你说你人都来了 我不出手 那不就是独职吗 心中如此想着 宗月纵身一跃 从武制的舱门跳了下去 直接落向无底深渊 张义收取着原石矿脉 岩壁直接被空间之力切割开来 一块块巨大的矿石 直接飞向他的次元之门 每一块的体积 起码都得数百万立方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义眉头忽然一动 对于空间的敏锐 让他知道有人过来了 圣经大区众人派人过来了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来的人一定是 镇元子宗月 是吧 张义抬起头看向上方 果然 一尊浑身笼罩着 黄色异能的巨人 从天而降 从岩壁当中 延伸出一条条巨石 成为他的落脚点 规则系的 后土不离圣经 地藏王必须守卫后土 与圣经安危 所以 只有宗月能来劝退张义 张义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向宗月道 打 宗月的身躯 停在半空中的石块上 一个打字 让他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 简单明了 显然是不希望更多的废话 宗月沉声说道 混沌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谈谈 大家都是华虚国的梁柱 没有必要因为一些误会 闹得这么大 张义的嘴角微微勾起 你能代表圣经大区 宗月陷入了沉默 他当然没有这个资格 张义笑了 既然这样 要么打 要么离开 他捏了捏自己的拳头 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不过通常来说 他在战斗当中 也没有使用过拳头 但是 你作为无忧骨镇手使 这一战 恐怕是必须得打了 不是吗 宗月长叹了一口气 非得闹到这种地步吗 他摊开大手 混沌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你不要以为 我怕你 我只是不希望 我们之间闹得血溅街头 张义冷冷地看了宗月一眼 郑元子 我们多久没见了 宗月皱眉 上次见面到现在 半年多了吧 那你是不是觉得 半年前 你我的实力差不多 现在 还是与那时一样 宗月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听说你在外面四处闯荡 看来是实力 也得到了些许提升 但是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他摊开自己的右手 由异能化作的巨大掌心当中 开始凝聚出一团巨大的异能球 球体当中蕴含着的恐怖能量 令宗月看向张义的眼神 带着几分自傲 我是圣经大区的底蕴之一 在我的背后 有着整个圣经的资源 在支持我提升实力 而你是独狼 张义笑了 半年不见 你的实力的确提升了不少 我猜 你现在的实力 大概在一万七千点左右吧 宗月淡淡一笑 不好意思 一万七千五百点 比你猜得多一点 就一点点 张义点了点头 的确只是一点点 所以对我来说 那并不重要 他抬起头 对准前方被浓郁异能 笼罩的巨人 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双指 我也不是很在乎 下一刻 宗月的脸色骤变 面对前来劝阻自己离开的 郑元子宗月 张义没有过多的废话 现如今 谁的拳头 大谁就掌握真理 所以他直接出手 凝炼虚空之力 汇聚于双指之间 最简单 最纯粹 也是最暴力的攻击方式 惯星炮 说是炮 但真正从指尖射出去的时候 却是一道非常纤细的黑线 仅仅瞬间 直接贯穿了 郑元子引以为傲的 镇守八方 郑元子错愕地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身体 巨大的异能身躯 连带着他的胸口 被张义一击 直接贯穿 前后通透 他原本以为 即便如今的自己 不是张义的对手 可最起码 能够给张义 造成巨大的麻烦 而且凭借着自己 防御属性的能力 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 可是张义只用了一招 就彻底让他认清楚 二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已经大到了什么地步 就像是狙击枪 打穿一张木板那样简单 张义放下了右手 郑元子的身躯 在半空当中一阵摇晃 他的左手捂住胸口 双眼失神地看向张义 两久之后 才露出一个苦涩难看的表情 谢谢 张义的这一击 贯穿了他的右胸 避开了肺炎 只是贯穿伤 对他而言却没有大碍 这一击只是警告 如果张义想要 郑元子的姓名 这一击就足够了 张义淡淡地说道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里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不背过 走吧 郑元子如动了下嘴唇 最终还是 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一个实力为尊的事件 说了都已经输了 再多嘴下去 毫无意义 只会自取其辱 最终他留下了一声叹息 然后化作异能巨人 驾驭着岩石 离开了无忧谷 临走之前 他对周围的龙明卫 下达了一个命令 所有人 立刻撤退 继续留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有可能惹怒张义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从张义出手的状态来看 他并非恼羞成怒来复仇 而是保持冷静 用最合理的手段 来为自己讨个说法 这下子 麻烦大了 圣经不出一大波血 根本没有办法让混沌停手 郑元子摇了摇头 玄机乘坐武装直升机离去 想了许久之后 他还是给秦启公发出通讯 接通之后 他刻意将自己胸口的血迹 露出来给对方看 秦帅 我阻拦混沌失败了 他如今的实力太过可怕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宗月一脸无奈地说道 同时还不忘记 加上两声虚弱的咳嗽 秦启公的脸色很难看 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不怪你 毕竟就连我都没有想到 仅仅半年的时间 他竟然成长到了如此程度 这种惊人的实力提升速度 他只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过 那就是凝聚了整个圣经大区 资源培养出来的后土 可张义 他是只依赖自己的独狼啊 难道说 他的天赋 还在观龙月之上 秦启公已经不敢想了 此时他的内心被两个字充斥 那就是后悔二字 看着秦启公懊恼的脸 宗月忍不住问道 秦帅 我想问一句话 我们大区到底 对混沌做了什么 他接触过张义 了解张义这个家伙的为人 他谨小慎微 从来不敢轻易冒险 更不会为了一时的义气之争 与人爆发无意义的冲突 否则的话 当初面对李长公的一再挑衅 他不会隐忍那么久 这种人 如果不是被逼急了 怎么会同圣经大区作对 秦启公沉默了两久 他的表情满是挣扎 最后化作一声无奈的叹息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要说错 只能错在我低估了他的实力 从理论上来看 秦启公的做法 没有任何问题 作为华虚国第一大区的最高统帅 他有充分的理由 去遏制不稳定的因素 而且 谁又能想象得到 当初实力与宗月相近的混沌 短时间内成长为后土 都难以压制的恐怖角色 这种事情出错的概率 就好像买彩票所有号码都相同 最终还中了特等大奖一班 只可惜 这种概率让秦启公给遇上了 他现在都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可事情已经做了 后悔也无用 张义搜刮完了无忧谷 不过他这个人 做事向来讲究 即便是如今 要向圣经大区讨债 也绝对不把事情做绝 无忧谷的原始矿脉 他只是把眼睛能发现的 都给收走了 至于那些深埋地下的 或者鸡脚嘎拉里面不好发现的 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流了下来 毕竟他只是收账 而不是要跟圣经大区彻底撕破脸 把人打疼了就好 没必要逼到绝路 那样的后果 谁都不愿意面对 不过 他没有忘记离开之前 再去一趟雪龙城 按照高天舞的指示 将仓库里的库存 都给洗劫了一遍 宗月已经彻底不敢阻拦张义了 雪龙城数万名龙民卫 和普通士兵 全副武装 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张义过去 再眼睁睁地看着他 打开仓库大门 把所有积攒下来的原始矿脉收走 辛苦了 张义做完这一切之后 微笑着转身 冲着这些龙民卫 与普通士兵们挥手 士兵们手里端着枪 也不敢对着张义 只能放在胸前 见到张义亲切的模样 他们一个个脸上 写满了尴尬 我今天就到这里了 张义双手插兜 淡淡地对他们说道 不过这些东西 只是我暂时收取的利息 你们替我把话传 给圣经的高层们 对我出手的那个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 当然了 圣经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我是不愿意去的 我是个空间属性的艺人 赶路很方便 如果圣经大区的人以后 想离开圣经城的话 张义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那他最好祈祷 不要遇见我 张义说这话的时候 抬起头看向天空 此时在圣经 秦启公等高层眼前 张义的话语 表情 原封不动地传入他们耳目之中 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正面冲突 他们并不怕张义 可是 人家什么时候说过 要和他们刚正面了 你圣经大区 除了厚土与地藏王体以外 其他人就不是人了吗 误会订阅